欢迎老妹 话说不清是吧 是的 今天咱慢慢说 好 这个小片里面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说你搞了一个小书房 干嘛睡在书房呢 这种状态有多久呢 这个状态大概有三四年了吧 干嘛呢 因为是这样的 我跟他吧 就是谈不来 文化上面的差异比较大 什么叫文化上的差异我不懂 他是大 我是大学生 他是那个初衷 所以说有时候 我跟他在沟通的时候 差异性比较大 打个比方吧 我有时候想就经常性地 在家里面要他看看书 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 他拿书一扔 他看电视剧去了 再说他情商 我那个浪漫程度 可能不太够吧 你还有浪漫程度 对 因为在结婚五年 纪念日的时候 我就想买个戒指给他 让他来个惊喜 但是没想到 把那个戒指买回去以后 他居然说我不该发这个钱 买这个东西 你是不应该发这个钱 我们是过日子的人 对对对 他天天躲在书房 你没意见啊 你不去骚扰他吧 给弄出来 有意见啊 那你做了什么举措了 反正就 他做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很伤心 他干嘛了 把你书收了 书不敢收 那还行 因为我待在书房里面呢 有几件事情必须得做 第一呢就是看看书 第二呢平时因为我们长期在外面跑业务的话呢 就有很多那样的资料啊 需要回家进行整理 第三一个呢 我在那个书房里面呢 还养了一些花花草草的 有一天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啊 把我那几棚花全部给我扔掉了 你的几棚花本身是 起了个麻烟和长那个城了 搞得家里长死了 你知道我除了看书啊 做做作业的话 我觉得这几棚花还是比较喜欢的 你可以把它扔了 你不是可以伤我的心吗 你要说扔了就是扔了 所以说那个主持人 你看啊 在这一方面他不太理解我是吧 这个文化上的参与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是吧 你不能说文化上的差异 你打住啊 当时谁追的谁 我追他 那会儿怎么没有文化差异呢 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人的智商是最低的嘛 没去想这个东西 这是其一嘛 其二的话呢 他那时候确实还比较冷干 他有时候弄点好饭好菜 可以吃一下 就这么稀里糊涂呗 行 这话他也说得出来你知道吗 就是反正现在我不喜欢了 不爱了 我就可以说文化有差异对吧 你这不厚道 你这不厚道 确实在这一块也是的 你说除了这个小事情以外 在教育方面的话 他跟我在这个思路方面也不一样 说说你的思路 我们叫小孩子和女孩子 成绩不是很好 现在已经进高中了 我就想呢 你现在进高中了 将来想要读一个酸一流 是不是 你得想点办法了 所以我就想呢 你去搞一个体育生 学学武术 老师 我的观念的时候 我不站着女孩子去学武术 一个也很辛苦 女孩自己喜不喜欢 这是重点 你们俩别争 女儿也说不算喜欢 但是现在女儿呢 她觉得在我的疏导之下吧 她一想可能还想得开 学没学啊 学了啊 学了不就行了吗 你还说什么呀 不是 学的话在今年这个中考以后 我就想办法就找了一个 佛兰省比较有名的 那个武术大师 学太极的 我就拜了个师 加了五万块钱的学费 准备就三年的时间嘛 拿一个国家二级运动员 国家一级运动员 去个北体啊 五体啊 三体啊 都可以的 哪知道他居然 把那个钱给要回来了 还跑到那个地方 跟人家大吵一架 弄得我现在这个小孩子 现在走这条路没办法 你还说这个事 本身我一开始我就不赞成 你还偷着地背着我去 再加上 要是女孩子 我还是那样反对 女孩子年纪也大了 我现在根本是 搞我女儿不赢 这是你的教育模式 有问题了 你搞赢他干什么 现在是叛逆期 他说什么 是什么呗 送着来呗 你老是捋了个盗毛 四面楚歌 丈夫 丈夫 小书房 闺女 闺女 叛逆期 他把那个钱要回来以后 他去跟女儿 报个那个什么舞蹈吧 最后女儿不愿意去 变得那个钱也废掉了 你说这是干啥事吧 行 除了这样 这个女人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啊 是这样的 她老家是乡下的 经常性的呢 有那个乡下的亲戚啊 到厂上来找工作啦 怎么的 你说你来两三天 已经无所谓了 那你一说这个话 我就真来去 咋了 因为我们家 我们本身是人类里面的 我想象老师有亲戚啊 他老师也呢 看不起人的味道 那你这个不好 不是的 他主要是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呢 他就老来 一住的时间呢 又很长 就论论我有时候 晚上的工作都没办法 把他做完 特想了你的工作呗 特别还有一个 最近就出了什么事啊 他那个亲戚啊 到我们 到我们家里来了 正好碰到我老爷子啊 就是我的父亲啊 他生病了 需要住院啊 做个小手术的 我当时就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有时间去 医院里看一下 或者是更有 时间更多的话陪一下 老子到等到爷子 他居完院回去啊 人都没见一次 当时说这个事 正好不家里 我那个堂美美夫来了 他正好是居在家里 然后当时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没 他也可能没说得很清楚 我也没听得清楚 那你在干嘛 我去了 你在陪 你希望他去看一下 对 对 他一直就没去 后来我还是去了 然后我知道这里是以后 我就清楚了 结果我一去 娘没有给我一点好脸色看 他肯定没什么好脸色啊 心里很不虚 因为这个事情以前吧 我们就是五个人住在一起的 和我父母亲住在一起的 他就想什么 要独立了 要自由空间 他就说刚才我们买个二手房 所以就买了 现在这个小居室的三十一厅 搬出来了 是吧 你现在一搬出来 你这边又生病了 你又不去看他 那老人家肯定有前缘后期 就积在这一块了嘛 反正听你说这一套东西 就是你现在心里 对你老婆一万个不满意呗 现在没感觉了吧 你看 可能也麻木了吧 我问问你啊 你们家谁管钱啊 他管他的 我管我的 从结婚起就是这样吗 结婚起就这样啊 反正我每个月就给生活费 给他管理嘛 现在是每个月给三千 剩下的钱呢 看来手里还有不少钱啊 怎么说呢 我现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事吧 做的还行 但是如果说长期以往下去的话呢 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发展了 所以我最近就弄了一点计划 打算自己呢 在我们这个涂料行业啊 自己开个店 自己接着小工程的话 我也想了一年的话呢 可能比上班呢 可能会多一点 准备自己创业 准备自己创业 计划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这段时间 他一直跟我们闹嘛闹嘛 然后呢 找一段时间 不知道发了什么癫的话 他就跑到我书房里面 东蹈鼓 西地蹈鼓 就把我那个工作计划 日记本啊 包括我的银行卡 全都都蹈鼓出来了 他蹈鼓出来以后 他把我那个什么 那个计划书啊 就把它扔了 我做这个计划 做了很长的时间了 这个东西我可能还好一点 关键是他把我那个 准备启动的三十万块钱 也给取走了 你还说这个事 因为他就跟这条 我已经一部分准备看过 每个月这三千块钱 反正没有多给过 所以实话 因为这么长时间 老是他一回来 就在计划里面嘛 也不理我 自己感觉还是很委屈 所以实话 我就跑到他计划里面 查了他一些东西吧 然后就 绝对就是那个银行卡 居然那个卡上面三十万 你居然还能猜出 他银行卡的密码啊 这个我掏就掏得去 生活了这么多年 猜也猜得出来是吧 对对对 当时一看他 他居然有三十万的四方钱 那也不是四方钱吧 毕竟我是打算拿出来 创业的吧 你是为了这个家的 你再怎么样 我从来不知道 好好好 这个除了这三十万之外 你在日记里面 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 那个不会写的 不会 想过 能不能够不说 你可以说的 你今天来就是 开诚不公吗 今天来 他叫我来的 好 你叫人来干嘛 觉得是 猫了他的三十万吧 现在是不理我了 甚至连女儿也都 也不理了 连房子都不在家里吃 够倔的 我的感觉就是 不要找心得了 我说去说 我来这里 今天我也是 想通过 老师 你们 能不能够 去学校 把他 你是觉得他要跑了 你想让大家 帮你把他劝回来 是这意思吗 对 有这个感觉 他感觉的对吗 不太对吧 因为我的拿钱 这个东西 都是想做事 老师 我说句话 他拿这个钱 三十万去投资 做个门面 做个小厅 做个生意的话 比我都直接来说 我说句实话 现在做生意 也不适合我做 但是我也 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本身 买的那个房子 是一个二手房 我也想 把那个房子卖了 然后加一点点钱 去买他 按键的这个 新的房子 你的想法 就是三十万改善 居住环境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的想法 要拿三十万去创业 是这样吧 对 不管怎么说 其实这个婚姻出现问题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不对 你有想过离婚吗 也没想过 日子的盲目就盲目呗 已经盲目这么多年了 不在乎再盲目几十年呗 听明白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说这老婆 不是你想要的人啊 结婚过了几年吧 慢慢的这个小孩子长大了 在生活习惯啊 教育方面啊 这个相差就 感觉越来越大了 要是真正天天 去找一个人 天天给你懂文化 说这些说 他的家里的事 谁做 他都没吃了 所以你老婆 说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你知道吗 你可以风花雪叶 但是你风花雪叶背后 谁来支撑风花雪叶 对吧 你仔细想想 为什么 你们跟父母住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感觉 谁问那个时候 闲的时间少 要忙到的多 随着孩子长大 当然是有时间 风花雪叶了 您不能说 孩子长大 人辛辛苦苦地 帮你把孩子都拉扯大了 您跟人说 我现在追求的是 风花雪叶啊 柴米油盐 我不喜欢了 这也不太好吧 行 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给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把自己关在书房 不可能只有 大姐一个人痛苦 您每天看到她 也自己超级痛苦 很无奈嘛 但是以我个人的价值观 我是一个不愿意 一直在痛苦的漩涡当中 持续地徘徊 而又过着 就是毫无天日的日子 我是绝对不允许 自己出现这样的事情 一旦出现了 哪怕我另一半 一旦有这样的迹象 我肯定会 对不起 我出来还不行吗 所以我想跟大姐说的 你不要有任何幻想 你也不要委屈自己 孩子也大了 你们俩还有几个 二十年呢 为什么不放过彼此 让自己的余生 平稳一点 让自己过着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日子 好不好 我实在想不出来 怎么去撮合二位 抱歉啊 帮不到大家了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莎娜老师 大哥您今天穿得这么整洁 您的所有的衣服是谁洗的 大部分是她洗的 可口的饭菜是谁做的 她做 所以能让您今天过这么悠哉的生活 躲在您的世外桃源里面 享受一个人亲近的日子 为什么 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女人 在默默地支持和付出 然后到这个时候您说 对不起 我不需要你这个佣人了 这十几年的婚姻 可不就是把它当成 您的一个佣人吗 您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从里到外 都体现着 透露着 对她的嫌弃 对她家庭的嫌弃 对她出身 对她整个人的背景 文化的嫌弃 您是有修养的人 读过大学的人 对吧 需要找一个能够陪您 风花雪月的人 聊得来的人 可是 陪您风花雪月 聊得来的那个人 您能保证给您洗衣服做饭 伺候孩子吗 我一点不夸张地说 在这个家庭当中 女儿看到这样的爸爸 可能她现在此时此刻 不会理解妈妈的感受 她有可能 还会站在您的一边 受您的影响 瞧不起自己的妈妈 觉得没文化 我以后一定不要 成为这样的女人 但是 当她成家 长大成人之后 她会恨透了您 怎么如此 可以如此对待我的妈妈 您让她守火寡呀 然后您口口声声说 拿三十万投资 是为了这个家 请问 您留了三十万的钱 每个月只给家里面 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这叫为了家吗 您自己图着 自己的奋斗的目标 有自己的小算盘 有自己的 未来的一个方向 您可曾想过 这个家当中其他两个人呢 既然是这样的一段婚姻 既然您如此嫌弃她 看不上她 为什么不放了她 因为您还要贪图 享受这样舒服的日子 有人给我洗衣服做饭呢 我不能丢失了这一样东西啊 否则的话 我的世外桃源 我怎么能够 清静地去享受呢 我还要想着 我吃什么穿什么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凡夫俗子 没有人 谁比谁高尚 谁比谁伟大 谁比谁有知识 有文化 只是在那个时间 那个背景下 在她这个成长环境下 她没有能力读到 那个大学 如果她真的读到 大学的那个文凭 懂得那么多东西 今天就调换一个方式了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 瞧不起任何人 每一个人的付出 都是有道理的 我不是平白无故的付出 我忍受这么多年 你对我不闻不问 冷暴力 我还这样伺候你 是因为基于 我对这个家庭有责任 我对你的爱 但是换来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 和方向去看的话 我并不觉得您是一个 有文化 有知识 有素养的男人 您学到的知识 熟知的历史 您想要投资的项目 懂得那么多大道理 都是鬼话 白学了 想想女儿吧 未来女儿要嫁给一个 什么样的人 想想未来女儿真的 体会到妈妈 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 那种的心酸 想到爸爸这样 对自己的妈妈 她该有多恨你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来 图老师 其实生活面目的本来 就不是风华雪月 我们都是平凡世界的 凡夫俗子 我们吃着凡夫俗子的饭 穿着凡夫俗子的衣 谈着凡夫俗子的情感 挣着凡夫俗子的同伴 那些风华雪月 只是生活当中的点缀 并不能成为全面 我们见过有很多 文化程度很高的人 做着卑鄙的事 也见过很多文化程度低的人 有着大的情怀 这并无关联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尊重 如果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 不懂尊重 那文化程度没什么用 但如果是一个文化程度低的人 很懂得敬畏知识 其实这个人往往形象 会变得高大起来 如果彼此之间都有那种 对于对方的生活当中 品位的尊重 两个人就可以好好相处 但事实上 在你们俩的交流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们对于对方的 所谓审美和品位 是不尊重的 比如说你 你不尊重他的生活方式 读书养花 你把人家给扔了 这就是一种不尊重 而你对于他 那就更别说了 你有四个字特别伤人 当主持人问你说 当初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的时候 你居然说稀里糊涂 这四个字 你居然说不认为你 你居然说不认为你 居然说不认为你 你居然说不认为你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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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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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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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by bwd6 不想跟你过就不过了 你别说我一边烦着你 我一边又享受着你的那个 那随着这个岁月的增长 真的有一天女儿去读书了 屋子里就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那可怎么过呀 更煎熬吧 所以其实本着对婚姻负责任的态度 做一个选择 那更负责任 但是有一点 你要过 你搬回去 以后别老动人家的东西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年 这次呢 他叫我来了 来 请关门 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好了,谢谢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活动期间加时缘送一套 纯净级保湿时刻透水嫩 药保湿伊贝斯 宝贝爱情呵护那几天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古方红糖提供的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